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明里炮21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王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卢卡申科访华的有中央银行行长 第一副总理外交部部长等 军乐团奏白中两国国歌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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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 我们在撒嘛尔罕共同宣布 将中白关系定位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是中国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将给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 面对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 中方愿同白方一道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在高水平上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白有意牢不可破 双方要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始终不渝做彼此的真朋友和好伙伴 中方高度赞赏白方在涉台、涉江、涉港、人权等问题上 坚定支持中方正当立场 双方要坚定支持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 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维护两国主权和政治安全 要充分发挥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作用 扩大经贸合作 建设好中白工业园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 推进中欧班列等互联互通建设合作 要深化医疗卫生合作 拓展地方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让中白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指出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任重道远 中白是国际公平正义的共同维护者 中方赞赏白方 支持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愿同白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 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卢卡申科再次热烈祝贺 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表示 习近平主席深受中国人民拥戴 在世界享有崇高威信 我深表钦佩 我坚信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中国将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 白俄罗斯人民的心 始终同中国人民连在一起 将在任何时候都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 白方坚定支持中方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坚定支持积极参与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白方愿同中方 加强科技 工业 农业 旅游等领域合作 推进中欧班列和白中工业园建设 欢迎中国企业富白投资 加强地方和人文交流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白方认同中方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加强协作 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地区安全稳定 预祝中国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 取得圆满成功 相信这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产生重要影响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 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指出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 明确的 已经发布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中国立场的核心就是劝和促谈 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 抛弃一切冷战思维 尊重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有关国家应该停止 把世界经济政治化 工具化 真正做有助于停火止战 和平解决危机的事情 卢卡申科表示 白方完全赞成和支持中方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主张 这对化解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发展 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见证签署经贸工业农业海关科技 卫生旅游体育地方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随后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卢卡申科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和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